2 8 看誰中獎 鏡頭前每個人開心搓起麻將 但是摸起的 可是一張張音樂專輯 第28屆金曲獎公開主持人陣容 由去年原班人馬 黃子嬌、LuLu和Dennis 再次搭檔主持 原本主持三金典禮 就很有經驗的黃子嬌 其實很猶豫再拿主持棒 讓他下定決心的關鍵點 竟然就是麻將 本來在過年前 真的是猶豫很久 因為這是一個重責大任 剛好在過年 我還真的一年打一次麻將 在老蕭家裡打 要不然這樣 我這一把 正在打的胡牌了 我就接金曲獎 你是這樣決定的 結果真的胡牌了 我不騙你 所有人都可以見證 李明依、蕭敬騰都可以見證 我懷疑他們是故意放誰 今年紅潭主持人 再一次由去年的Lulu和Dennis 雙人組合擔任 Lulu去年在金曲典禮的暖場表演 大唱每位歌王歌后的經典歌曲 頗受好評 今年同樣會高歌好幾曲 還翻會場 今年繼續騷擾管內的歌手 去年是騷擾阿妹林俊傑 今年我打算騷擾林佑佳 走一年也不會幹 我怕大家今年會沒有耐心 因為去年我覺得把大家耐心都消耗光了 這一屆金曲獎 因為開放數位作品參選 入位人數增加不少 歌王寶座一次有七人角逐 不管是星光大道走紅毯 還是典禮現場控制時間 都非常考驗主持人的功力 因為今年來的人很多 那有的時候我們也沒辦法直覺性的叫出誰的名字 我覺得這個是 尤其是星光大道會滿辛苦的 對不對 因為人真的比較多 然後也怕有人沒有走到 然後也怕對他們理數不周到 所以就是 他們化妝前的照片我們已經看了很久了 接下來我們挑戰是化妝後的造型 第28屆金曲獎 找來黃紫嬌、LuLu、師徒二人 搭配紅毯主持 已經有八次經驗的Dennis 三人再次合作主持 將會創造什麼不同的火花 外界拭目以待 NOW NEWS新聞 甘政國、宋元璋採訪報導